首先的話等一下的目標 第一個是把Android Studio的環境建置起來 第二個是把模擬器也設定好 那模擬器的設定 基本上它的位置是在這邊有個模擬器 這個打開去設定這個 那怎麼做 我想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那這些東西的話 基本上你需要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環境的建置 當然在我雲端放的那個講義是 之前設定Eclipse的 不過Eclipse的環境 跟現在用Android Studio的環境不太一樣 哪裡不一樣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們會需要安裝的東西 可能要把Eclipse改成Android Studio 不過一樣的東西 是這個東西不一樣 一樣的東西一樣是需要一個Java 就是所謂的JDK 那這個JDK 你可以到那個網站叫Oracle的網站 Oracle網站上面呢 就會有那個去下載那個JDK 它目前最新的版本應該是1.8級的吧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再去下載那個所謂的Android Studio 那Android Studio 這個可能就是不適用的 我們就是必須呢 去把它變更 但是後面的網址是一樣的 叫Developer 然後Android.com 後面的話呢 它一樣會顯示 不過網站它已經更新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是用最新的Android Studio 那怎麼做 我們先用一步一步來看 第一個當然你要先去下載那個JDK 不過理論上 應該我們這邊的電腦應該已經裝過了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呢 你可以在右下角 你可以看右下角這邊有個咖啡 這個應該就是已經裝過了 JDK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去裝那個Android Studio 不過Android Studio 它其實只是一個開發環境 它是一個IDE的開發 已經整合了 但是問題 它沒有辦法去設計任何的Android 為什麼 因為還要再把Android的SDK裝進來 那這個SDK還有分很多版本 這個最低的版本可能到1.6 1.5 1.5還1.6 最高的等級可能到5點幾 甚至6點0 那不過 一般的書裡面是要我們全部裝 但是我建議你不要全部裝 你裝一個不要太高的版本 也不要太低的版本 因為太高的版本 電腦會跑不動 而且 你放在新的 舊的手機也沒辦法跑 那你太舊呢 感覺好像又沒辦法跟得上時代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呢 你乾脆找一個版本 比較中間的 因為那個版本 有的時候你太新的 有些時候它還會有BUG 所以之前我遇過 用最新的反而有BUG 中間的 所以後來我就挑一個版本 我建議是用4.03的這個版本 這個版本我覺得是比較中間的 而且基本上4.X的版本都可以安裝 再來去執行什麼模擬器 叫AVD 模擬器 那模擬器就是我剛剛看到的 把它執行起來 所以大概階段會有這幾個 那JDK的話 它的網站 www.oroco.com 反正你就在那個你的網址列輸入這個 應該 Oroco網站應該不陌生吧 這邊我們有Oroco專家 不過 Oroco跟他有什麼關係 因為Oroco把生羊給買下來了 所以以後的那個 那個Java的東西 都要在Oroco網站上面找 那你可以去找一下那個 它那個下載那個Java的 記得是JDK JDK JDK的版本 它有分那個11跟SE 你就下載SE的 11的話是for 那個 它應該是SE的版本吧 應該找一下 應該很容易找到 那不過因為我們的電腦 已經有裝了 所以你可以這個可以看實際上狀況 如果現在沒有再去裝 那你家的電腦如果沒有的話 可能要設定一下 再來的話 裝好那個JDK之後 可能要設定一個所謂的那個叫Java Home 但是我試了一下 這個Java Home沒設定好像也沒關係 因為它這個路徑沒有設定 所以這個等一下可以再看實際上情況 如果沒有設定 那如果一定要設定Java Home的話 必須在那個我們的系統 控制台裡面的那個系統 系統內容裡面 有個叫做環境變數 那環境變數裡面的 不知道各位應該知道這個這個位置 控制台裡面 有個系統內容 或者是說你可以從哪邊呢 從那個這個 好像從電腦這邊按右鍵吧 按右鍵 一樣可以有個內容 右鍵內容 右鍵內容呢 一樣會跳出什麼 跳出這個畫面 應該跳出這個畫面 你可以找一下 這邊有個叫進階系統設定 跳進來之後的話 就會跳這個畫面 這邊有個環境變數 環境變數裡面呢 那我們可以針對這個地方 叫系統的那個變數裡面呢 去新增一個叫Java Home的 那新增之後的話 你可以給一個什麼 比如說打一個叫Java Home 那路徑的話 你可能要去找一下 就是說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Java的路徑在哪裡 所以這邊這個路徑的話呢 是根據你的 實際上的Java的路徑 去給它一個 一個實際上的實體路徑 一般設上面設下面好像都可以 這個地方是使用者的系統 一般我習慣是設定這個 新增 那再把你的那個Java的路徑給它 那Java實體的路徑 你給它找一下 你的那個Program File裡面 裡面會有個JDK的目錄 指向給它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安裝這個Android Studio 那這個Android Studio裡面呢 能夠做出做什麼事情 那基本上 就是整合性的開發環境 裡面有這些這些 大概這些 反正就是 我們主要利用它 來幫我 就是做一些 城市設計的 其實主要是編輯器 那我們要去哪邊找到 這個Android Studio 其實這裡面的話 我教各位一個網 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的部分的話 大概記一下 我的習慣是從這邊 你可以從那個 Developer 或者你打一個code 打一個code code.google.com 我習慣是從這個 這比較好記 code.google.com 那進到裡面的話呢 它會給你一個連結 這個連結的話呢 會跳到那個 Developer.google.com 進到裡面之後的話 再到Android裡面 其實一層一層的 這邊再進到裡面 這個Developer.google.com 再進來的話呢 找到一個Android Android在哪裡呢 看到一個小綠人 這個東西 把它點擊 那它的設定 其實導致有一點點麻煩 我們進到裡面的話 其實這個網址就是 或者你可以直接打什麼 Developer.google.com 這個就是它的網址 那我們要在哪邊去做 下載的動作 特別注意 其實你直接點 點擊Design 我看 Developer 這個是Design 關於設計方面 它有一些相關的說明 關於Developer 這個設計部分的話 可以從這邊 記得如果你要download 那個Android Studio 是從1 這個是它的網址 2 到它的Developer 3 這邊有個叫Tools 1 2 3 進到裡面之後的話 把什麼呢 這邊有個叫download 進來之後其實就download畫面 download Android Studio for Windows 下載之後的話 基本上就會有一個Android Studio的開發環境 不過這個是安裝 就是setup版本 那我的習慣是這樣 其實我的習慣跟之前的Eclipse一樣 我比較喜歡免安裝的 最好是可以放在隨身碟 然後以後帶在任何地方 直接打開 它就可以walk了 那要怎麼做 特別是有 剛剛1 2 3 對不對 如果你用這個是下載 下載之後安裝 它是一個setup的版本 如果說你要免安裝的版本 我之前試過 你往下捲動 往下捲 往下捲 還沒到 快到了 好 在這裡 它會有一個什麼 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SDK Tool Only 就是只有SDK的部分 另外的話呢 還有一個就是說那個 All Android Studio Packages 裡面的話 它有幾個 我的習慣是這樣的 就是 download一個什麼呢 No SDK的 這個 再 一個那個SDK的版本 就是這個版本 再加什麼 再加這個SDK的版本 那 我習慣這個SDK的版本 是選 沒有安裝的 它這個是安裝的 有沒有install 不是這個 那你想說這個 到底有什麼差別 主要 我比較 因為 如果它預設的 都是經過安裝 那安裝變成你每一次 換一部電腦 就要安裝 每一部就要安裝 非常麻煩 所以我的習慣是 把它變成免安裝 那 我這邊已經有幫各位做好一個 因為 如果你們自己 當然有時間的話 你可以自己慢慢做 它一般書裡面 教各位 直接把這個安裝的下載 然後再去下載SDK 然後 這個可能要做時間蠻久的 而且 光下載要下載好幾GIGA的檔案 所以 這邊我有幫各位包了一個 就是把 我做好的 那個 就是 環境 已經把它打包 放在我的 雲端 雲端上面 這個雲端路徑的話 特別注意 一樣是到 那個 我們的 前面這個 GOO.GO.GO 下面那個 8TQQ39 這個 那這邊的話 我已經幫各位打包了一個最新的版本 放在哪裡 記得是放在 進來的 裡面 這邊有一個是 Android Studio 1.1 不過 比較新的是下面這個 1.1是上上學期的吧 下面這邊有一個 1.41的 這個版本 是已經幫各位打包好了 所以你等一下只要做一件事情 1 確定你的GDK 好不好 2 把這一個已經打包好的 網站呢 把它怎麼樣 把它下載下來 這個把它下載 不過這個檔還蠻大的 這個好像 1.多G 但是我剛剛試了一下 速度好像還OK 或者是說還有一個方法 不要每個同學都下載 可能就是 你旁邊的同學 如果有一個 下載的時候 再用那個 網方的方式 對 裡面我不知道網方通不通 或者用隨身碟 call一下好了 因為我怕 如果每個同學都下載的話 等一下應該會塞車 所以要避免要塞車的話 乾脆 等一下 如果你旁邊下載 你就不要下載 你等他下載你再call他的 那下載完之後的話 把它解壓說 到哪裡了 解壓說到我的低碟去 這樣會比較快一些些 低碟裡面 把它解到低碟 那等一下再教各位 如何去把它執行起來 這樣很快就可以開發了 這個版本 你把它解壓說 裡面的話有一個 這個實際上就是我們的 Android Studio的開發版本 旁邊會放一個資料夾 是SDK 那這個我已經幫各位下載 裡面需要的SDK版本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第一個答案 Check一下你的那個Java 第二個的話呢 到那個 你的 這個 確定一下就是 你也可以到網路上找找看那個 剛剛我講的這個 Android Studio的這個路徑 那這邊的話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跌底下 那請各位就是 解出來放在低碟底下 或者是說建議啦 你乾脆 可以把那個今天下載的這個東西 放在你隨身碟 回去 再多亂個幾遍 因為 這個東西要跟它熟悉 不熟悉的話 這個可能要摸很久 因為這東西其實還 我覺得還有點複雜 那不過我們掌握要訣 第一個 環境 先把它準備好 那解出來之後 打開來看一下 裡面的話 我把它分兩個資料夾 我以前本來是把SDK放到裡面 結果後來放在裡面 它不接受 它早期的版本 Eclipse 或者Android Studio 舊的版本可以 它放同一個資料 但是新的版本就不行 所以把它搬出來 也就是說 這個是放你 開發的那個有關SDK的相關的東西 打開來看一下 裡面的話 有個Pattern Forms 那我只有下載15了 15的在這裡 15的話就是4.03的版本 都在這裡 那它會幫我下載21 21好像是5 Android 5的版本 不過裡面好像沒有完全下載完畢 大概就是主要是這一個15的版本 那這個是SDK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的開發環境 那我們的開發環境 你把這個打開來 裡面的話 記得喔 再進去一層 這個叫個BIM BIM BIM這個 裡面的話呢 請各位執行 記得喔 這邊有一個小綠人的頭 這個 那有64的跟沒有64的 請你執行這一個 32的 因為我們這邊的環境 好像是32的吧 而且那個主要是JDK JDK 已經灌的是32 64好像沒灌 所以如果說你要執行的是64的話 你可能要先去抓64的JDK 否則的話沒辦法執行 我這邊是執行這一個 Studio.exe 記得那個路徑是這樣 就是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那個路徑一層再進去BIM 那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因為我剛剛已經打開來了 那已經回不去了 所以我會把那個什麼 畫面先照相下來好了 我剛剛在這一台 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他會先跳出這個畫面 他說Welcome 這個Android Studio 歡迎你使用它 然後呢 他說 這OK 好 重點在這裡 重點就是 他以後 除了可以設計這些之外 還可以設計這個 還可以設計這個 不過我其實還蠻想要買這個東西的 但是現在市面上好像沒看到 那好處就太多了 出門在外 感覺跟行車記錄器一樣 行車記錄器不是放車上 可是人沒辦法行 算什麼 行人紀錄器嗎 隨時 可以 隨時紀錄嘛 對不對 但是可能會有那種隱私的問題啦 但是 可是 這個只是個個人紀錄吧 導致還蠻妙的 還有這個應該知道啦 再來這個 這個 這個我也覺得蠻有興趣的 以後車子上面 如果可以直接把你想要放的東西 直接寫一個APP 直接用來操控你的 你的汽車的話 當然現在BMW有一台 不過BMW那一台實在太貴了 而且它的鑰匙本身就可以直接控制那個汽車 但是感覺好像一台很貴的遙控汽車的感覺 不過我們主要的是這一個 手機跟平板 所以其實這邊按下一步就可以了 那你按下一步之後就會跳到這邊 他說選擇你要哪一種的 我習慣是用那個就是自訂的 自訂的模式 OK NET 再來的話呢 他會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的SDK放在哪裡 因為他的開發環境跟SDK是分開來 因為我是把我們的SDK放在這個目錄裡面 所以記得旁邊有一個按鈕 你把它按下去 告訴他說你的SDK就放在旁邊 按OK就可以了 那裡面的話基本上已經預載了 你其他不要打勾 你就用預設的按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呢 他這個時候呢 還是需要幫我們下載一點東西 那下載總共大概191吧 大概就下載一點點 他有一些新的東西一定要下載 那沒辦法 那所以你可能要等一下下 然後呢Finish 按下一步 那這個時候呢他就開始下載 大概等個幾分鐘吧 等一下你們要做的事情 再下一步 最後跑完之後就Finish Finish之後就會跳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裡面的話 等一下呢你就選擇什麼 開始 Start 這個 A New Android Studio Project 就這一個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把那個一個專案啟動起來 不過呢在啟動那個專案之前 你要再設定什麼 模擬器 因為如果你沒有模擬器的話 你做好東西沒辦法看到 所以特別注意這個地方的話 還要再去設定什麼 你的那個模擬器 選擇這個 然後也許建一個那個 新的專案 那不過特別注意 他可能會跳出這個啦 就是說防火牆 已封鎖了這個 然後記得要允許存取 否則他沒辦法上網 下一步 然後會建一個新的專案 那新的專案跳出來 如果你看到這樣的畫面的話 那恭喜你 恭喜你 你就已經進到Android Studio裡面了 那也許 他也許 前面好像露的一個畫面就是 你要輸入一個名稱 你就打Hello World好了 他問你說你的專案名稱叫什麼 你乾脆打一個Hello World 然後下一步下一步就可以了 進到裡面的話呢 再來就是要設定什麼 設定你的那個所謂的 模擬器 那模擬器在哪邊呢 特別注意 你進到裡面 請你注意一下 從右邊算過去 1 2 3 這個 第四個 反正你又長得像 一隻手機的形狀的圖示 這個就是一個 建立手機模擬器的那個按鈕 然後進到裡面的話 請你選擇Create 一個Virtual Divide 當然你將來 如果不用模擬器 也可以啦 但是你前提是你要自己 把你的手機插上去 它也可以執行到手機 可能會比較快 可是前提是 你電腦裡面 要先抓到你手機的Driver 所以如果你手機Driver抓不到的話 它也沒辦法幫你把你寫好的APP 傳送過去 所以最簡單的方案 還是用模擬器好了 OK 不過模擬器 在我們電腦的時候真的 跑得真的超慢的 OK 未來我看看還有什麼更好的方案 可以讓它稍微跑快一點 不過先跟各位講一下 可能會比較慢 至於慢到什麼程度 可能要看電腦好而定 我是感覺是有點慢 再跟自己家裡的電腦比起來的話 那真的是慢到不像話 所以如果你要跑得快的話 幾個重點 一 你的CPU 最好是i7以上的 如果沒有i5也可以 OK 不然你千萬不要拿小筆電來跑 為什麼 因為太慢了 第一個 第二個你的RAM 記憶體 RAM的部分 最好是要 可能4G還是最底線的 8G最好 越大越好 為什麼 因為它要吃掉你非常多的記憶體 第三個就是說 如果你的硬碟 還是那種馬達式的那種傳統硬碟 我建議你可以換成SSD 就是固態硬碟應該知道吧 那個 然後你到時候跑的時候 把這個東西放在固態硬碟上跑 會順暢很多 當然沒有辦法 因為開發其實是比較高階 高階的活動 因為等於是跟應用不太一樣 應用隨便一台電腦 小筆電腦可以WALK 但是設計它會有需要RAM很多東西 尤其是模擬器部分 那這個東西的話 也許會有這些可能遇到的問題 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建立這個模擬器 選擇 請你選擇尺寸小一點的 那我覺得 你不要去選上面的什麼 四寸五寸七寸 太大了 到時候跑太慢之外 也太佔空在那個畫面了 那我喜歡小小的 像迷你一點 反正你主要是看得到就好了 所以跑出來長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是選那個最小的 2.7寸的就好了 反正你只是要跑出 也許今天的練習只是好的WALK 那你好的WALK 那麼大幹嘛 就一個小小的就可以了 OK 那到時候的話 你就選一個小的 然後NAS 下一步 再下一步 然後再下一步 就Finish了 然後它就有一個啟動 你就把它啟動起來 OK 大概會有這些流程 所以請各位 如果已經下載完畢的同學 先做這幾件事情 OK 這個大概就幾個 主要重點是這個 SDK 不要錯就可以了 然後下載完之後 New一個 給它一個Hello World的名稱 OK 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大概會有這幾個步驟 因為 這些剛剛我做過了 我怕到時候 我沒辦法再回 這個已經設定過 它沒辦法回頭了 好 好 That's